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呢,我讲到了 说胡锡进和李光满的这一次的这个争论 实际上是中共内斗公开化的一个开始 实际上是中共内部两派 就是拥习派和反习派 他们之间的这个权力都扔的信号 同时也是两条路线 就是这个新文革路线和邓小平路线 之间的这种争论 之间的这种生死决斗 现在这个生死决斗才刚刚开始 双方各自派出了自己的先锋官 现在才刚刚开始交锋 今后还有更多的人马要陆续出场 双方的主将都要陆续登场 这是一场生死大战 今天主要想讲一讲 这一场生死大战的下一个战役是什么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想先讲一讲关于这个胡锡进和李光满这次争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还有很多网友参与了这个讨论 有一些网友那些调侃的那些说法 我就不当真了 就不跟大家细说了 有三种比较严肃的观点 这不仅仅是这些网友他们的这个观点 而且也是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的播主 有一些政治评论家他们的观点 这三种观点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 他这一次让中共党内体制内出现了这种争论 实际上是代表了习近平他这个人有反复 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支持李光满的这个意见 没有他的支持 不可能有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媒的最高的三个媒体 央视还有这个人民日报 还有这个新华社 他们一起刊登 李光满的文章 更不可能有好几十个这个各地的党的喉舌媒体 接着一起来刊登 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宣传的举动 这个是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由中共最高层受益的 就是王沪宁主管宣传的王沪宁 他自己都不敢搞这么大的动作 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拍板定案 所以李光满的那篇文章到处被转载 那就是习近平拍板的 那么后来呢 这种意见他解释 为什么就让胡锡进出来讲话呢 那就是因为呀 习近平感觉到后悔了 说这个人呢 颠三倒四 他没有一个主心骨 没有一个主见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太小看习近平了 现在一说起习近平呢 大家都称他为包子 有的称他为草包 有的称他为小学生 都对他充满了鄙夷之情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 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因为我们恨他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 所以说就恨他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彼知己 这个人呢 他绝对不是一个蠢货 他在这个怎么样把中国推向现代文明 这个方面他是闽玩不化 但是呢 他作为政治斗争的这个场上面的老手 他绝对啊 一点都不少 他在搞内斗上面 他是非常内行的 也可以说啊 他是高手 大家想一想 他在 以前在中共党内 他父亲这一个支派在中共党内 在邓小平这个体系内啊 都是算是很弱势的一个群体 他本人也是好几十年 一直啊 是老老实实低声下气 到处装孙子 最后啊 才爬到这个位置 爬到这个位置 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人 没出息 这个人容易摆布 才让他爬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他刚刚上位的时候啊 是非常弱势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 就是在几年时间之内 他一下子就扭转了这个局势 把江泽民啊 曾庆红啊 这些官场老鼠啊 这些老狐狸啊 都整得一愣一愣的啊 整得现在啊 都拿他没办法 这就说明这个人权力斗争 绝对是有一套 确实他对于这个世界大事啊 他是啊 非常的这个愚昧 他对于啊 这个文明民主啊 是非常的愚昧 这点无可否认 他就是个小学生 但是在权斗方面啊 他是高手啊 他可能呢 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 甚至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甚至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真传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 这种人 他在这个路线斗争方面 他是绝对不会啊 颠山倒是翻来覆去啊 三心二意 遭情不处 绝对不会的 大家看一看他过去这八年的执政当中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嫩头青的这种性格 他一旦决定了啊 他就会勇往直前 他绝对不会回头的 哪怕是哪怕是他失败了 遭受了挫折 遭受了很大的阻力 他也绝对不会啊 马上啊就改过之心 没有这种事件 你们大家一个例子都举不出来 在这方面一个例子都举不出来 所以说啊 那些认为啊 这一次李光满和胡锡进之争啊 实际上是习近平啊 他这个颠山倒是态度反复所致啊 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呢 就是说啊 习近平他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试探 看看了这个文革到底是不是搞得成 到底啊会遭到多大的阻力 先把李光满放出来 让他吹响这个新文革的号角 然后看一看他各方面的反应 如果各方面反对的声音太强大了 阻力太大了 那么他就回撤了 他就把胡锡进放出来 说我们不准备这么干 如果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如果是大家一致赞成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新文革推进下去 那这种说法呢 实际上呢 是太小看了 习近平过去这几年建立起来的 这个监控系统 这个数位监控系统 大家要知道 现在中共的这个监控系统啊 已经是这个超出了过去历朝历代 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这个监控能力了 他可以监控到什么程度呢 他可以监控到每一个老百姓 更不用说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了 可以监控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些科技手段 高科技手段呢 全部都用来监视老百姓了 他们甚至想连全世界都监控 华为就是他们想监控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国内的这些老百姓 这些官员啊 这些知识分子更不用说了 他们对他们来讲 监控这些人 简直是轻而易举 哪里用得着去试探呢 大家每个人现在都有手机 都有电脑这个手机和电脑里面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最后啊都会输送到他们的这个大数据中心 然后他们再会运用这个AI人工智能 把它进行处理 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的态度 对中共来讲 对习近平当局来讲 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了解 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算法 可以了解整个社会的他们的这个情绪和倾向 所以说他根本不需要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啊 这个自己打脸的方法 自己暴露中共内部不合的这种方法来进行试探 所以这种论脸也是站不住脚的 太小看中共现在的这个监控系统了 还有一种典型的意见呢 就是说习近平在唱双簧 运用胡锡进和李光满这两个人 当他的这个双簧管两个人发出不同的声音 但是实际上这不同的声音呢 都是习近平发出来的 这个观点呢 他就没有解释清楚 为什么习近平要唱这种双簧 这个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习近平他是从来就是喜欢了一个声音的 所以他执政之后 尤其是十九大 他掌握大权之后 他觉得地位稳固之后 他一再强调的就是大家要有看齐意识 一再强调的就是要维护他的核心 一再这个警告大家的就是不能够妄议中央 那现在李光满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 各个喉舌媒体在中央的决策之下 都转载了他这篇文章 都在帮他宣扬这种观点 这个就是中央的意思 那你要向中央看齐的话 你就要支持赞成啊 那胡锡进现在跳出来反对 这就不是这个向中央看齐啊 这就是在妄议中央啊 那如果是习近平唱这种双簧 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这不就是在鼓励大家 不向他看齐 不维护他的核心地位吗 所以说这种观点啊 也是错误的 也是一个误判 所以啊 关于这次李光满和胡锡进的这个争论呢 最合理的解释 也是最正确的解释 就是他是中共内部体制内啊 路线斗争的一个表现 是路线斗争的一个开始 路线斗争的公开化 中共过去啊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路线斗争 现在又开始了 两条路线 第一个是胡锡进代表的 胡锡进代言的 这个中共权贵阶层 红二代江派团派 他们这些人 还有这个体制外的那些 所谓的市营企业的这些大佬 还有国营企业的那些 这个高管 这个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的过去四十年的 这个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的这一条路线 是要从邓小平的路线过去 继续在国际上啊 韬光养晦 然后在国内的 不断的收割韭菜 压榨老百姓 那么另外一条路线就是习近平的路线 习近平呢 他是想在国内搞独裁 在国外跟美国争雄 最后要实现所谓的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那么要搞独裁 他就得必须得把这一帮权贵给干掉 要搞独裁 他的这个最主要的敌人 还不是老百姓 老百姓对他来讲 那只是运用的工具 他也要割老百姓的韭菜的 最后也会割得狠狠 但是这个时候他认为老百姓 还暂时不会危及到他的政权 危及到他搞独裁的 现在马上就对他有威胁的 就是那帮权贵 所以说他的主要敌人是权贵 那么为了对付这个主要的敌人 他就要联系老百姓 他就要结合老百姓的这个力量 要动员起老百姓跟他一起来 反对这个权贵阶层 这个动员并不是说像毛泽东过去那种动员 毛泽东那种动员 那种折腾法 习近平他是没有这个自信的 他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他知道老百姓一起来 现在就不可控了 就根本不受他指挥了 所以说他现在是一方面呢 是通过各种维稳手段把老百姓压着 另外一方面呢 给老百姓好处造成民意上 都在一起在支持他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民意啊 即使是独裁者 他也是需要这种民意的 需要这种民意来巩固他的 来加强他的独裁地位 然后有了这种民意了 那个军队啊就一下子就支持他了 有了军队的支持 有了党政系统的 有一部分人的这个 对他的铁心的拥护 那么有了这种力量 他就可以对那些权贵阶层 那些影响到他独裁的 阻碍了他独裁的人 大开杀戒 这就是过去这个毛泽东的 那一套思路 只不过是现在习近平稍微修改一下 不搞那种大动员群众 一起来搞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啊 街头运动 现在他是不敢搞的 他压制群众 但是呢 他要利用群众对他的这种好感 对他的这个支持 来巩固他的军心 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 然后呢来展开一场啊 这个党内的对权贵的这种生死决斗 李光满代言的就是习近平的这一条路线 李光满在那篇文章里面 就是两个主要的观点 第一个是要搞共同富裕 给老百姓好处 第二个就是要打击权贵阶层 这两条正是习近平现在执政的核心理念 正是习近平这个路线的最核心的要点 这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开始了 那现在我再给大家跟进一下 这场斗争现在的这个现况达到的这个阶段 现在是谣言满天飞 现在网上很多谣言说习近平已经退让了 习近平呢 已经把这个对李光满的这种支持已经撤回去了 现在说是这个各大的这个党媒啊 都已经把李光满给下架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谣言 我今天呢特意的去查了一下 光明网光明日报的这个网站 人民网人民日报的网站 还有新华网新华社的网站 这中共的最顶级的三大媒体 现在还在这个刊登李光满的那篇文章 完全没有撤回去的这种迹象 而胡锡进呢 他的文章也还在 也还在微信的他的个个人的这个账号上面 叫做胡锡进观察这个账号上面 胡锡进这篇文章呢 他实际上没有在他当总编的 没有在他当社长的这个环球时报上面发表 因为呀环球时报发表这样的文章 那肯定是要通过中宣部同意的 很明显中宣部没有同意他 他只能在他个人的微信账号上面发表文章 而这个个人的微信账号 现在这篇文章还存在着 还有人啊 还有这个 我当时看了一下 就一个小时之前呢 我看了一下 还有几千人正在阅读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应当是说啊 在海内外应当是有 也有好几十三百万啊 甚至是更多的人在阅读 已经阅读了 或者正在阅读的 这篇文章呢 传播量还是不小的 但是他跟你光满的那个文章的这个传播量比起来 那就小的太多了 因为你光满是所有的几十家党的喉舌媒体 而且是主要的媒体都在帮他这个刊登 在帮他转发 而胡锡进呢 只是在在国内的话 他只是在个人微信账号上面 所以说这两者之间 他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能力 他的这个声音的大小 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刚才有人说了 他这个习近平是在唱双黄管 那这个双黄管呢 那一个声音呢 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声音实在是太小了 实际上就是个单黄管了 这个完全没有双黄管的这种音效 所以这种观点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下一步 下一步会怎么样 这场斗争的下一步 下一个战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种现象 这种党内这种争论呢 不会让他无限持续下去的 习近平一定不会允许 因为啊 这个持续下去 他整个党内啊 思想状况就乱了 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所以下一步 他一定要采取一个方式来终结这一场争论 定于一尊 这就是他的下一步 那么怎么样定于一尊呢 前几天不是传了一个消息吗 说中共啊 准备开十九届六中全会 那么关于这个六中全会呢 现在有小道消息泄露出来了 我相信呢 不是空穴来风 一定是体制内的人是故意的泄露出来的 就是说这一次六中全会 他们要通过一个中共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中共在过去啊 这个一百年的这个党史当中啊 一共通过过两次历史性的决议 第一次是1945年啊 他们通过了一次啊 关于中国中共党史的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啊 这个决议里面呢就确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的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这个领袖地位 这是第一次决议 那么第二次决议呢 是1981年啊 邓小平上台之后 他也搞了一个关于中国建党啊 关于中共建国之后啊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 这次决议呢 就否定了毛泽东过去的这个文革 确立了邓小平的这个路线 过去的这两次所谓的历史决议 虽然呢 他们确立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呢 他们在政治上啊 有一个同样的这个效应 就是确立了党的这个意志的统一 像中共这种专制政党 它是绝对不能够允许啊 党内存在着长期的这种争论的 它跟民主社会不一样 民主社会无时无刻都在争论 即使是在一个党内 也有很多的派别 而这些派别根据一定的规则 一直在进行争论 一直在进行较量 中共党内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的 因为这种情况存在 他们党呢 就意味着不团结了 不团结了就意味着要斗争 而斗争 他们又没有这种斗争的规则 那就意味着大家要火拼 一火拼起来 整个政权就乱掉了 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 一旦出现争论之后 最后啊 一定要统一意志 用这种历史决议的方法来统一意志 这就是他们的惯常的搞法 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的 这个实质路口了 他们又需要一个这样的决议 来统一意志 那么这个决议 我相信习近平是想尽快的 越快越好 把他制定出来 但是能不能够如他所愿 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这就要看那些反习派的人 在这一次 他们到底能够显示出多大的力量 他们到底能够显示出多大的决心 他们到底手上有多少实力 现在有多少实力 他们就会都拿出来 来跟习近平抗衡 那如果是习近平在这一次 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面 如果是通过了这个决议 那一定是确立他的这个路线 跟邓小平路线不一样的 要走共同富裕路线的 实际上就是他用这个 中共过去积累起来的 那些资源来收买社会底层 把中共权贵打倒之后 他在一个人独享这些14亿的韭菜 他是要确定这个路线 那如果他得逞了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面 确立了这个路线了 那就意味着反习势力 又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 如果今后再想在二十大之前 这一年的时间当中翻盘 那就越来越难了 所以说这次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应当之前呢 双方有一番这个你死我活的这种争论 这种争斗 说到这个中共的派系斗争呢 应当说现在习近平派系是占到了绝对的上风 当然他占上风有他的这个有力条件 比如说他是这个党魁 他在民意上拥有最高的这个权力 所以他名正言顺的可以下令做某一些事情 禁止对方做某一些事情 有这个权力的这种优势 另外呢 他呢还有一个优势 更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一直处于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一方 他过去反腐 那是打掉了反习派的 是这个权贵阶层的一些核心的力量 一些骨干的力量 打掉了他们之后 习近平在换上自己的人 加固了他自己在体制内的这种地位 这种权力的这个地位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又开始向这个社会的底层 开始发动这种攻势了 他发动攻势 争取底层对他的支持 这一招是最狠的 这招是最狠的 因为社会底层跟这个最高层一结合 再来消灭你这个忠诚 再来消灭你这个权贵阶层 那就是轻而易举 过去历朝历代 古今中外 所有的想搞独裁的人 采取的都是这个手法 现在习近平提出了一个 共同富裕的这个概念 这一条路线 这个对社会底层 有多么大的这种诱惑力啊 有多么大的迷惑性啊 那如果是社会底层 都把习近平当成了毛泽东第二 都像崇拜毛泽东一样 崇拜习近平 那个时候啊他不是要杀谁就杀谁吗 那不是所有的那些权贵都会变成 刘少奇林彪 邓小平这些人吗 随时都会被他打倒吗 随时都会被他这个宰割吗 所以现在 反习派是处于一个相当不利的地位 但是如果是像他们这么搞下去 那会越来越不利 最后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现在呢 他们唯一的解放自己 解救自己的方法 那就是反守为攻 攻起来 你就相对的就容易多了 你只要找到对手身上的一个弱点 对人的一个弱点去进行进攻 就像一个壮汉一样 哪怕是浑身呢 就是这个长了这个鸡肉腱子 但是呢 你只要拿一个刀子啊 在他身上某一个地方 他防护不到的地方 给他戳一刀 这个壮汉呢 他就会轰然倒塌 他就完全会失去力量 这就是进攻者的优势 实际上 反习派啊 在过去 一直到现在 他还是有很多优势可以进攻的 我前几期节目呢 讲到了习近平 为什么要打击这个娱乐圈呢 那就是娱乐圈跟这个资本 跟这个权贵阶层 结合得太紧密了 而娱乐圈的这些人呢 他们实际上 是有很强大的号召力的 他们的那些粉丝 那些少男少女 青春懵懂 完全没有政治判断力 无相义 说什么 他们就会去往前冲 每个人都有 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些粉丝 而这些娱乐圈的人 他们是听命于 这个权贵阶层的 如果权贵阶层操纵他们 去向习近平发动进攻 那么老百姓马上就上街了 那些这个粉丝 那些饭圈的人 马上就会上街 去闹市去造反 那个时候啊 习近平就失控了 习近平一失控 那么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 那就会集中的 就会爆发出来 这种名念就会爆发出来 那个时候啊 习近平这个政权就完蛋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权贵阶层过去 手上明明有这种能力 他们反而不用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呢 他们害怕习近平的同时 他们也害怕老百姓 怕老百姓起来之后 最后啊 颜色革命爆发之后 最后老百姓清算他们 共产党这个体系垮掉了 老百姓清算他们 对他们来讲啊 习近平可以整死他们 老百姓啊 也更想整死他们 这个时候啊 他们就不敢发动老百姓 实际上这种想法 那是绝对错误的 他们现在一定要认清形势 就是啊 如果是把习近平整垮了 这个共产党是没了 老百姓有可能想清算他们 但是他们有退路 过去不是有一个说法吗 叫沉船计划 实际上这些人 老早就把财富啊 把家属啊 转移了一大批 到西方世界 到美国去了 而美国是极愿意 西方社会是极愿意 在中国变天之后 在颜色革命爆发之后 在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后 去接纳这一批 这个权贵的 只要他们在这个变天的过程当中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战队战正确了 西方社会绝对是给他们一条深路的 甚至可以让他们 在西方啊 享受荣华富贵 不仅他们享受 他们的子孙后代 也可以继续享受 这是美国过去 对所有的那些独裁者 采取的一贯的这种政策 就是只要你们 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 如果是当权的 你们呢 不继续作恶 自己放弃 美国会给他们庇护 那些没有当权的 他们跟当权者 做斗争 站在老百姓一面 即使是最后失势了 老百姓不接纳他们 最后美国也会接纳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 中共的权贵阶层 他们现在应当意识到 自己最佳的出路 就是反习 然后逃到西方 这是他们最佳的出路 如果是他们在国内 还想习近平放他一马 那不想着跟西方联合起来 跟老百姓联合起来的话 那么习近平最后 一定是联合老百姓 真是他们 当然了那些人 那些权贵阶层 可以说是 这个坏事 做了很多 死不足惜 那我为什么 还要一再的告诉他们 还有一条生路呢 为什么想他们 最后奋力求生呢 是因为 如果他们被习近平 也给诊死了 那么习近平在中国建立了 这个新文革的体制 也可以说是 新朝鲜体制 新毛泽东体制 中国就真是暗无天日了 那个时候 中国老百姓 虽然不受这帮权贵的 这个割韭菜了 但是那个时候 习近平的这个镰刀 比这帮权贵啊 那还要凶狠得多 而且那个时候 中国人民没有任何 反抗的空间了 就跟现在的朝鲜人民一样 所以说 我一再的劝告 现在再一次劝告 权贵阶层 现在该你们动手了 该你们呢 把老百姓 给挑动起来 把民间的怨气 让他散发出来 虽然对你们 有一定程度的威胁 但是你们可以跑到美国去 但是这一股民怨爆发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习近平彻底的冲垮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观看